立即捕捉 佔領中環 佔領中環 民間人權陣線發起七一遊行 當日下午1點半才在維園集合 2點半出發 遊行到中環遮打道行人專用區 之後舉行集會到晚上10點 並呼籲市民穿上白色衣服參與 民陣估計今年參與七一遊行的人數會比往年多 估計有5萬人上街 民陣將會派出200名賭賊維持秩序 而警方亦首次主動開放 軒尼斯道東西行電車路給遊行人士 民陣相信是警方都估計 今年遊行人數將會相當多 但希望警方不要打壓街站 尊重表達自由和公民社會發展空間 對於有建制派在七一舉行救物優惠等活動 民陣召集人孔寧如說 這種試圖減少七一遊行人數的行為 是國際笑話 亦無助減少社會怨氣 另外對於今年七一遊行 會不會變成佔領中環的預演 行政會以召集人林曼光沒有正面回應 我自己看七一遊行其實都每年都是香港人的表達意見 一個比較集中的一次機會 和其他的行動等等都未必一定會拉上關係 但無論如何我都希望大家遵從我們香港公民社會 過去十幾年在表達意見的時候 還有一貫的和平 一貫的有罪 他又說七一遊行的人數多寡 要視乎議題 政府就要小心聆聽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大熱門報導 請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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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間